早年,有个苦水县,县冲里的茎水都是苦的,人们喝着苦水,很多人咽喉变粗肿大,病人就像下巴上结了个葫芦,既痛苦又难看。 这种怪病,连名医也不能根治。 而在崇溪村,有一口甜水井,井水是甜的,人们传说经常有神仙从此路过,饮水歇脚,非常有灵气。 因为崇溪村有一口甜水井,所以崇溪村的人就没有人得这种怪病。 在苦水县城,有两个名人,崇北的李善,崇南的李厄,李善加世代名医,为人和善。 善民在外,李厄开中药铺脾气火爆,恶名远扬。 这一天,李善李厄同时到甜水井附近一个饭铺吃饭,两人同声开枪。 小二,四两牛肉,一壶酒,一碗烩面。 不一会儿,点小二端来韭菜,先放在李善面前。 李厄一见大怒,拍着桌子叫骂,说是自己先来的,先点的。 李善见词赶紧让出了自己的韭菜,让李厄先吃。 这时,店老板也来陪李,李厄反而觉得不好意思,干脆又叫了四个菜,与李善共作一席,把酒言欢。 说来也怪,两人越聊越是投机,于是来到了甜水井边,对着天地神明,拜了靶子。 李善年长以碎为凶,李厄以小弟自称。 两人越来越好,后来干脆又把两家铺子合在了一起,取名叫四海春。 李厄在李善的影响下,脾气也改了不少,四海春生意兴隆,越做越大。 这天,两人来到了甜水井,这回他们准备来一探究竟,看看甜水井下到底有什么奥秘。 好解救那些得了怪病的百姓。 李厄胆子大,自高奋勇下了井。 李善在上面拉绳子,突然李善一紧张,松了说。 李厄连人带绳,落下了井去,在井中大喊救命,而李善慌了手脚,对着井口大喊。 兄弟,你冲住啊,我去喊人救你。 他不敢惊动重西村人,连忙回重,找伙计帮忙。 李厄在井底水里扑通了好一会儿,等着大哥救命,就是不见大哥踪影。 眼看没命,忽见井壁上有一个小洞,就奋力,爬叉着,钻了进去。 李厄侥幸火命,一直冻到天黑,也没见人来。 过了一宫十分,李厄听到井口有人说话。 苦水线,苦水线,要向线里水变甜。 衙门岸下有金砖,金砖下面藏机关啊。 说完这声音,就消失不见,李厄听后感到非常惊奇,难道真的有神仙路过此地? 就在这时,李厄带着人来救李厄了。 李厄得救后,二话不说,拉着李厄来到了县衙, 掘开县衙大堂岸下的地面,没有发现什么金砖, 却挖出一个苗金盒子。 盒子里面有一个锦段,上面写了四句诗。 诗文段字的李厄当众把诗念给大家, 大家一听都很吃惊, 因为李厄在线里有名望, 所以众人要上报朝廷。 公推李厄做支县, 原来苦水线多年贫禽苦寒, 没有人喜欢到这里来当官, 因此几年没有支县。 李厄眉头一皱, 把当官的好机会让给了李厄。 李厄也没有推辞, 堂而皇之地坐上了苦水线的支县, 然后贴出告示县令每家每户出钱出宫, 主眼修取, 自己也捐了一半家产。 果然不到半年, 赵河水真的引入了县城的护城河, 城里的大井小井全都变成了甜水井, 水有苦变甜了。 几年过去, 奇迹出现, 苦水线里生怪病的人越来越少, 并且不治而遇了。 在苦水线的怪病消失之后, 李扇的生意明显清淡了。 这一天, 李扇闲来无事, 一个人溜达到了城西村, 站在甜水井边发呆。 他想, 上次李扼下井, 遇见神仙说话, 成就了苦水线的一桩大好事。 我何不拽着井绳, 偷偷地下到井底, 或许, 还有更大的好事, 在等着呢。 我何不拽着呢? 感谢观看